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当我这个启动的时候 那你们现在下拉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加进来的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可以加一些资料到我的清单里面 那这个清单呢 在什么时间被加入的呢 就是当那个user phone 就是这个表单怎么样的 被启动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 在那个combo box里面塞资料 那第一个就是我要怎么知道说我要塞哪些资料 那比如说像那个b欄里面 假设说b欄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b欄里面的 资料到底有几笔 我不知道各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这边有这么多资料 但是呢有总共有哪一些哪几个是不重复的 里面有几个是不重复的 所以你有时候会有一大堆资料 可是大部分都重复 那如果要抓 不重复的资料 用什么方式最快呢 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2007之后的版本 它可以怎么样呢 先把它贴上去 贴上只有纸好了 ok 那贴上之后的话你可以用什么呢 资料里面有什么呢 移除重复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这个功能 这非常好用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把重复的资料移除掉 按下去 然后A缆然后按确定 自动帮我怎样移除出来 就是我的选单了 ok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 那价格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价格也顺便把它 把它这个 你会发现的这个价格其实都一样 每一个 每一个资料 就是我这两个 先把这两个选起来 Ctrl Shift向下 然后也是Ctrl C 到这边贴上好了 那你会发现的一样移除重复的话 这边A缆 B缆 那没有标题按确定 你会发现一样五个 价钱也都一样 也就是说呢 它玩具全部都399 那查的话都一样的价钱 那我们就会有清单 第一个清单 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东西南北 那这边当然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复制之后的话 再到这边 然后把它也是一样做移除重复 所以这里的话呢 把它移除重复 里面的话呢 没有标题 就按确定 你会发现只留下这些 那这些呢 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些 所以我们看 如果我们刚才 一样的 我们就像这个 一样的 一个 然后我们就像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